请跟一周娱乐风解读圈内新鲜事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周报 我是露露 又到了一周大复盘的时间了 这周的瓜真的是属实有点多 不管是恋情的还是绯闻的 还是官宣的还是离婚的 反正围绕着明星之间的这点事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说到说到 这周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还是咱们的老朋友 今天人物片咱们用汪小飞来给大家开个场 最近汪小飞的情绪肉眼可见的非常的差 比如说最近一次她在直播带货的时候 就发现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只是因为工厂那边的视频 突然发生了一点点的卡顿 汪小飞她做了什么呢 她就直接破口大骂 并且不断的这样捶桌子 引起网友的围观和震惊 现在简直就是感觉像来大姨妈了一样 不少网友都质疑说汪小飞到底是怎么了 只是因为直播视频稍稍卡顿了一下 汪小飞就开始发飙模式 并且不断的捶桌子 大家都觉得她精神的状态不太好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吓坏了 虽然大家在帮汪小飞极力的解释 但是汪小飞仍旧表情扭曲 还不断的捶桌子 指着屏幕在这个嘴上说着一些很生气 很这种情绪化的语言 面对汪小飞这样的情况的工作人员们 也是紧急关麦下播了 不知道是不是去紧急处理她的情绪问题 不过呢接下来就没有再继续直播了 面对汪小飞的行为呢 大家也是评价不一 比如说呢有些网友觉得说啊 这个汪小飞身为老板竟然如此沉不住气 精神不佳有点对不起观众啊 毕竟呢你是在人前直播表示 自己的这个状态或者说自己的情绪 应该调整一下 不应该这么任性 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那拿观众 那拿观众有什么这个观众有什么错呢 观众没有惹你们任何人对吧 毕竟呢 每个人虽然都有控制不住脾气的时候 但是你在直播啊 就要为你的职业所负责 还有就是网友们猜测说 汪小飞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啊 被一点点的消失所点燃了 而自己和张英颖的事情 就被网友们报道抓拍 但是呢张岚对于这件事 一直都是极力否认的 更表示说呢不支持他们的感情 所以汪小飞现在呢可能是两头难熬 一边是自己的妈妈 一边是自己的女友 最近呢张岚更是在直播间透露说啊 这个汪小飞最近身体不太好 希望他能够好好休息 不少网友呢也是质疑说 汪小飞为啥身体不好呢 是不是因为最近舆论的压力 还是因为公司开的太多而身体疲劳 或者是最近不赚钱 不过呢很多粉丝都希望汪小飞 能够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 毕竟呢汪小飞也在直播带货 算是他的这个商业也是对外的嘛 给大家卖东西 或者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福利 大家还指望着在汪小飞直播间里买东西呢 最近啊汪小飞还提到说 这个自己现在看不到两个孩子 如今他们都已经放暑假了 但是呢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能够从自己这边去调整心态 言语当中呢也难掩对自己孩子的思念之情 所以大家都说心疼汪小飞 希望大S能够给汪小飞见见孩子们 北美最大的华人网上超市Wi 现时可以领取20刀的新人红包 新鲜果蔬海鲜淡奶米面粮油全都有 除此之外还有李子柒等各种网红爆款零食 建议下单次日达满35就可以免运费 赶紧登陆Wi的官网或者是下载APPWi 领取20刀的新人优惠 上千种商品免费送货到年假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谈一谈汪小飞 这件事呢有关于他最近透露了这个女儿的境况 以及关于女儿和所谓的新爸爸的一些小八卦 那汪小飞在微博当中说呢 说月月现在钢琴弹得越来越好了 还说呢听到月月弹钢琴的声音 想起自己童年参加电子琴比赛的经历 哎呀这个言语当中饱含深情啊 他说那会儿我爸不在 我同学的爸爸叫李建忠 唯一一个给我鼓掌的 现在我都记得那会儿我六岁 汪小飞呢曾经多次表达自己对女儿的思念之情 还曾经用女儿的名字开了一家新餐厅 在女儿的生日的时候还发文说 爸爸永远在你身边 可见呢妇女二人关系真的是非常好 感情也是很深了 根据八卦一些吃瓜网友的透露 说当时大S和汪小飞离婚的时候 他的女儿呢坚决表示反对 还大吵大闹说不要新爸爸 还说聚聚业长得丑还没有头发 虽然是童言无尽呢 但是可以看出汪小飞在和女儿相处的时候 可能是真的付出了很多真感情 才可以使得这个女儿如此的依赖爸爸 才会赢得女儿的信任和想念 不过这些事情呢都是坊间的传闻啊 大家听听也就算了 即夸进包裹就选格部小包 现在呢加入格部小包现实团长招募活动 单单有返 中美小包送货上门还有专人售后 丢包宝赔让轻松当团长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聊一聊这个当红小生啊 也是这个非常火热的男团TFBOYS的成员王俊凯 但是呢这个瓜并不是王俊凯本人 而是在给大家讲一个饭圈的内幕啊 最近有网友发现 王俊凯威巴将原本需要为王俊凯 代应的电影断桥和749局集资宣传的100万元的费用 竟然私自拿去理财取不出来了 威巴负责人呢则发文解释说 私自理财是由于电影上映时间无法确定 但是上映时间无法确定 就能够把大家集资为王俊凯投的钱 自己拿去理财花了吗 那这个有记者啊 从威电的负责人处可以了解到 他购买的理财产品从8月26号才到期 而目前的王俊凯主演的电影断桥将在8月13号上映了 粉丝也是急需要用这笔费用为电影做宣传 粉丝对威巴没有经过同意就私自挪用公款的行为 表示十分的愤怒 并且要求威巴立刻将钱取出 不够存款的要自己垫付 网友的表示说不理解 说认为这个自作主张挪用费用的行为呢 让人很无语 粉丝公开非法集资打头的行为呢 更是令人实在是太下头了 根据了解呢 自从清朗行动对饭圈进行整改之后 很多明星后援会都严厉打 这个禁止了饭圈的打头行为 没想到呢这个非法集资啊 这个这个事情呢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其实本来静悄悄的大家做这些事情没有人发现 但是只是因为这个威巴的负责人竟然私自把这个公款挪用去理财了 导致呢现在他们没有钱 很多很多这个粉丝集资的钱都打了水漂 大家能不着急吗 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搞得王俊凯两头不是人啊 明明现在清朗运动期间 于是呢又出现了这个集资的事情 确实啊真的是让人头大了 好接下来的这个人物片呢 咱们再来聊一聊马思纯啊 马思纯跟张哲轩的恋情呢 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但是最近他们官宣了啊 怎么个官宣法呢 实在是让人有点说不下去 在11号的凌晨呢马思纯的男朋友张哲轩 晒出了自己的一个半裸照啊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他的半裸照 来庆祝自己30岁的生日 同时呢还暗戳戳的帮着马思纯的新电影宣传 哎你看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啊儿历之年感谢陪伴 祝摄影师票房大卖 然后呢没过多久 马思纯还跑到他的微博下面祝福他 说谢谢您累还发了三个生日的表情 那么这也算是两个人自打恋情被爆之后的第一次公开互动 被认为是在官宣恋情 然而迷惑的是呢 这个张哲轩回复了评论区很多朋友的留言 但是他竟然没有回复马思纯的祝福 反正就是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套路啊 大家看了都觉得是一个大无语 本来大家就对张哲轩没有好印象 后来呢这个张哲轩没有回复马思纯 竟然还上了热搜 而且大家还说了说你官宣帮助自己的女朋友宣传他的电影 但是你竟然连这个电影 连马思纯的人名全部都没有说啊 你这在装什么呢啊 简直就是让人大无语的地步啊 网友说谢谢尊重祝福 当然啊还有那张他自以为帅气直爆表的裸照啊 大家这个网友和粉丝们看了 简直都想报警的程度啊 妥妥的黏度啊 这个简直是我的眼睛的系列 直接是太油腻劝退了 也因此呢他帮忙宣传新电影 不光是无效宣传这么简单 直接是被刺了马思纯一刀啊 大家对这个这俩人实在是更加的无语 无语更上一层楼啊 现如今呢网上吐槽马思纯恋爱脑的帖子 就再一次被爆了 而且啊马思纯的很多粉丝甚至都想要跑路 大家根本就搞不明白 马思纯到底看上了张哲轩什么 那实际上呢这个马思纯对于外界的一系列吐槽 他也是心知肚明啊 前几天呢他也是空降了粉丝群 澄清了自己恋爱脑的传言 请大家多多支持他 但是这些澄清呢 大家就觉得说你虽然嘴上说啊 但是行动上真的很诚实啊 就是恋爱脑没错啊 恋爱以来一直倒贴养着张哲轩啊 这个事咱就不说了 反正呢他也有钱 砸钱养男人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损失 但问题是啊很多坊间传言 包括张哲轩自从被爆了跟马思纯这个事之后 他的家底呢已经被翻了一个底朝天了 主要就是说张哲轩平时对马思纯一点都不好 这个还有人传言说张哲轩呢背着他偷吃 有意无意的言语攻击PUA等等啊 以及呢在自己的摇滚圈啊之内呢 呃靠着马思纯啊也是自作清高了一番 那其实以上的这些言论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呃 所谓的豆瓣的呃贴巴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坊间的传闻啊 但是呢看着他们两个这个口碑和这个样子呢 大家也都是怨声载道 但是怨声载道也没有用 只能说尊重祝福 大家现在依旧觉得马思纯就是一个妥妥的大冤种美跑了 而且啊根据小道消息说 马思纯如今竟然还开始准备筹办婚礼的事情了 打算和张哲轩进行名分上的绑定 不知道这图啥啊 以至于啊这一次张哲轩官宣并晒照 其实呢是担心这个马思纯为了宣传新电影炒CP 进而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这也是坊间的一种猜测啊 所以才跳出来刷存在感 不得不说他成功了啊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和马思群真的是彻底的绑死了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这周娱乐圈的热点都有哪些 要说这周最热的两件事之一呢 就是董子健跟孙姨离婚 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账号发布动态 说彼此分开结束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 孙姨呢说的很直白 说从前祝我们今后祝你我 董子健则回了一句咱们都好好的 最后呢董子健的工作室也发布了正式的声明 说经过双方的慎重决定 董子健和孙姨两个人已经和平分手 结束了两个人的婚姻关系 并且已经办理了相关的离婚手续了 此后呢两个人将会共同抚养孩子 为了防止大家无端的猜测 董子健和孙姨才向大众进行了离婚的说明 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并且两人对离婚这件事情 将不再进行任何的回应 那么对于两人官宣离婚的事情呢 大家都表示说太突然了 毕竟早在2016年的时候 董子健跟孙姨就高调的宣布恋情 之后呢2017年5月就奉子成婚了 同年9月两个人的女儿就生出来了 在大家的眼里啊 董子健跟孙姨这对年轻的小夫妻 可以算是娱乐圈比较恩爱的典范了 在结婚以后呢 董子健跟孙姨虽然话题不多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秀恩爱 董子健在外面接了很多大制作的电影 电视啊 踏踏实实的进行演员的事业发展 而孙姨呢 则是晒晒孩子和日常相夫孝子 安心过日子 两人这么多年来呢 其实没有任何的绯闻传出来 更没有什么负面的八卦 非要说有争议的事情 可能也就是之前孙姨6月在机场 当时呢 孙姨自己和男性经纪人一起出现在了机场 面对机场中媒体和网友的镜头 孙姨居然大胆的和男经纪人搂抱在了一起 画面里呢 孙姨紧紧的搂着男方的手臂 丝毫不在乎众人的目光 而男经纪人呢 也是坦然的向前任由自己的手臂 被孙姨抱在胸前 更加过分的是 看到网友在拍自己之后 孙姨还专门双手还着男经纪人的脖子 把自己的脸使劲贴上去 看到大家相当疑惑 毕竟呢 那个时候孙姨在明面上还是董子健的老婆 如此在公众场合和异性亲热 实在是让人觉得尴尬 哪怕孙姨和男经纪人是闺蜜 可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在大庭广众之下这般作为 还是不能理解啊 那个时候还以为是孙姨性格开朗 如今再想一想 可能那个时候 孙姨和董子健就已经感情破裂 开始离婚了 所以孙姨才能丝毫不避讳众人的目光 和别的男性如此亲热 其中呢 未尝没有一些任性 抢气一气董子健的意思 而后7月的时候呢 孙姨曾经晒了自拍的照片 镜子里的手机壳上赫然写着远离男人 可见呢 一切都是有迹可寻的 那个时候孙姨和董子健 应该就是已经彻底离婚了 虽然到现在还不知道具体 离婚的确切原因 但是呢 大家还是表示尊重他们的选择 毕竟结婚不易 且心且珍惜的过程当中呢 也不能硬着头皮强求嘛 好 这一周的另外一个大热事件 就是杨子跟刘学义的蛋糕罗声门 在12号的时候呢 有八卦媒体放出了 刘学义为杨子吃蛋糕的视频 11号呢 这个八卦媒体啊 也就是张小涵跟江小燕 他们爆料说 杨子现身刘学义家中为他晋升 刘学义呢 吃了一口蛋糕之后 喂了杨子一口 然后呢 杨子吃完之后 刘学义继续吃那块蛋糕 就引发了他们恋情的传闻 随后呢 杨子跟刘学义都发文辟谣这个传闻 刘学义表示说蛋糕没有味 那么大点的蛋糕 我自己吃一口就吃进去了 杨子紧接着也发文澄清说 蛋糕彼此吃自己的 没有同吃 蛋糕是他递过来 是在问我 是不是这个味道难吃 我说对 没有喂我 不少网友对爆料的这个八卦媒体 表示很不满 说开极预昌图剩下全靠边 好 粉丝质疑说 他放出的吃蛋糕的视频 是经过处理的 那么对于这件事呢 张晓涵在粉丝群回应说 如果说我们不识的话 自己打官司 谁有意义 谁起宿呗 显得非常的刚 那张晓涵呢 更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所言非区 放出了一则未经剪辑的 刘学义为杨子吃蛋糕的视频 这个视频啊 咱们有一说一 真的是铁铁的实锤 市民当中画面显示呢 刘学义手中举着一块蛋糕 递到杨子的面前 杨子犹豫了一会之后呢 就上前吃掉了蛋糕 最后刘学义继续吃了同一块蛋糕 想要看具体的视频啊 以及这个事件的分析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娱乐周报结束之后呢 会有具体的视频链接啊 大家在片尾可以点击链接 可以看到这个刘学义跟杨子的完整版的视频 以及我们对于那一期节目做的专题讲解啊 好了看完了热点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在上一周影视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前段时间很久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是跟大家吐槽过迪士尼电影选角的这个问题嘛 那这个是最近更加遭到吐槽的就是迪士尼的这个真人版 小美人鱼大电影的扮演者海莉贝莉 那最近呢 海莉贝莉接受采访 谈到了她扮演小美鱼 小美人鱼受到的一些争议 她说我希望自己内心住着的小姑娘和我一样 正在关注的小姑娘们知道她们都很特别 不论哪个方面她们都应该做一个小公主 她们没有理由不是 这种自我安慰也是我所需要的 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呢是一个黑人 黑人演员扮演小美人鱼 那小美人鱼在原来的动画当中 是一个白人啊 红发白皮肤的小美人鱼 很多的粉丝或者是很多的群众都觉得说 迪士尼为了政治正确啊 这个也有点太过了 是不是有一点矫枉过正啊 就是为了启用黑人演员 要把原著里面的整个角色的人设全部都改了 这个美人鱼变成黑鱼了 那因为扮演小美人鱼呢 海莉贝莉也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谩骂 很多网友都说 这不是我心中的小美人鱼 海莉贝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她一生都在遭受种族歧视的祖父母得到了鼓励 那明白了自己一旦扮演这个角色 对于黑人女孩带来非凡的意义和影响 于是她开始思考 如果卡通版的艾莉尔是有色人种 而使得自己又会受到怎样的启发 那本片的导演呢 是非常著名的导演罗伯马歇尔 他曾经指导了著名的音乐剧 芝加哥《异季回忆录》 《加勒比海盗4》 《欢乐满人间2》等等力作 而且呢 他称赞这个海莉天生就是为大一幕而生的 导演说呢 这个哈利他的能力太强了 能够深入挖掘艾莉尔内心和情感的真实一面 就像看到一位伟大的电影演员诞生一样 那这个是吹上天了 马歇尔呢 回忆第一次看到 海莉是在2019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 他说当时他所在的Chloe Haley 姐妹二人组正在表演Where is the love 他被他金银剔透的歌声迷住了 但是不知道他是否会演戏 因此呢 他邀请他为小美人鱼进行试镜 演唱艾莉尔的经典原声 Part of your word 那么他唱完啊 这个导演说哎呀他唱完我就哭了 他唱的太有感情了 你一眼就能看出他能够驾驭艾莉尔的激情 热情灵魂欢乐和内心 好吧 我们只能说期待一下正片的上线吧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影视片呢 跟大家聊一聊独行月球啊 那最近呢 沈腾玛丽主演的独行月球 一经上营之后 就迅速获得了很高的票房 很高的热度 沈腾玛丽再次搭档 简直成为了票房的神器啊 神马组合YYDS 那这个片子呢 是由张志余指导 沈腾玛丽主演的科幻喜剧片 改编自韩国漫画家 赵石创作的同名漫画 讲述了人类为抵御小行星的撞击 拯救地球 在月球部署了月盾计划 陨师提前来袭 全员紧急撤离的时候 维修工孤独月因为意外 错过了领队马兰星的撤离通知 一个人被落在了月球上 其他呢 我就不给大家多剧透了 这个片子呢 是在2022年7月29号 在中国大陆上映了 感兴趣的朋友 或者已经看过的朋友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分享一下你的观后感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娱乐周报的全部内容了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细致 细节的娱乐八卦的信息呢 可以点击我们视频结尾的链接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杨子跟刘雪玉 这个蛋糕罗生门的前因后果 好的那今天娱乐周报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洛洛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